玉里镇之罗部落正副推动葛玉金部落农产品 连续第八年开办了葛玉金节和地方各界分享成果 今年不只呈现出在地一夜结盟成果 也推出了葛玉金的气泡饮品 提升农产品的产值大受欢迎 现在在台上的就是玉里文件站的自成生活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歌舞表演 展示展授各式各样特色农产的小农市集 玉里镇之罗部落第八届葛玉金节的现场 当然也少不了葛玉金加工产品 让到场参加的游客民众 透过吃喝玩乐 进一步认识葛玉金地方农特产业 酸酸甜甜的 这有酒量还有葛玉金酒 我们要再加一点气泡饮 然后增加它的层次感 好好喝 就甜甜的很像水果条 喝起来不会有那种卡佛罗的感觉 然后冰冰凉凉凉的高 今年不仅呈现与在地农特产业的 一夜结盟成果 玉里镇之罗葛玉金农特产品企业社 之罗米86团队和慈基大学 共同合作研发推出葛玉金气泡饮品 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农产产值 不论入菜料理还是作为饮品基底 制作各式各样的气泡饮品 风味口感都打手欢迎 那个口感很顺口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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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用不仅在地老人的这些智慧 文化智慧 应该是说记忆来 酿酒的这个记忆 来做这个可育金酒难 也会碰到了很多的挫折 不过我们希望就是让 应该是说现在的这个 现代的这个技术跟传统的这个技术结合 从富正到推广 之罗部落这八年来 年年借着葛玉金节的举办 与地方各界分享成果 同时也不断推陈初心 创造葛玉金农产的多元价值 今年更是以环保为主轴 朝向净零碳排的目标发展 那其实今年我们会特别在主推在这个环保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推环保 那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要求 享用我们风味餐的游客 必须带就是环保的那个餐具 米八六团队成功创造葛玉金农产经济 以及观光流产值 在观光局花动众管处 水宝局 以及政工所等的支持下 八年下来 兢兢业业一步一脚印 延续部落古老的米八六传统文化精神 也让花193县乐得断沿线的部落团结 展现了部落经济产业群聚的最大能量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